两罐香浓鲜乳倒进杯子里 再加上店家每天早上熬煮的红茶 夏天来上一杯清凉好喝 从冷藏柜到家木表 都看得出岁月痕迹 古早味茶摊看似没什么稀奇 但镜头拉开居然是开在药局里 而卖茶的正是药师本人 药局的那个没改你最 三个我这一家买黄帝 生意很好啊 当来一夹子药师 感叹老药局生意难做 突发奇想在店里接卖红茶 意外做出口碑 甚至反客为主成了主业 还养出一堆死中顾客 来这里买今年每天也买 这自己兄弟自己煮的啦 他买什么东西 买什么东西 他的副作用什么 我们就要注意了 会考量健康的问题 由来自法国的粉丝 每年都要来上一杯 开在高雄巷弄内的药局红茶 在网路流传开来 也意外开启钥匙的斜杠人声 每次听闻登山田 高雄巷报道